你还记得第一次玩超级飞龙的感受吗 和最近一次玩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单位从开发到内测 需要经过大量的数据调整和时间消耗 最终才能够成型 而公测之后又需要根据玩家的反馈 和其他新单位的间接影响来进一步改动 在部落冲突中 这种改动叫做平衡性调整 几乎每个大小版本的更新 都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平衡性调整 去年12月因为没有预告 超级飞龙与之不匹配的低调出场 是它那无比高调的各项属性 而短短两个月后就遭到削弱 不过仅略微下调了生命值 影响并不大 随之分服后的国服超级飞龙一直没有改动过 而在国际服中 超级飞龙不仅降低了攻击力 还降低了致命的0.5格射程 防御端 空中炸弹 搜空地雷 防空火箭全部提升伤害 使得超级飞龙不管是正面还是变相都削了个变 换句话说 国服的超级飞龙直至现在 一直处于数据超模型的状态 之前天梯前200名流派出场率统计中 超级飞龙与狗球超蓝三分天下 而在非高分段位中 加上平时的部落战部落联赛 超级飞龙的出场率可谓是占据半壁江山 超级飞龙的操作性没有狗球高 容错率没有超蓝高 上限没有矿柱高 越本能力又没有超级女巫高 但它拥有着最高的下限 最简单的操作 适合所有人的才是最好的 超级飞龙大多倾向于一字华 搭配天女的比较少 本身的操作模式比较简单 加上从飞龙到雷龙的过程 这种操作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而人口占比较大 可操作的单位就比较少了 变相减少了操作难度 超级飞龙可搭配所有工程机器 其中飞艇、大气球、滚木车、投石车使用较多 援兵方面也从最早的雪怪或气球 发展到了超级气球加龙起的组合 可谓大多数援兵的组合都能使用 绝不挑食 实战中主力部队几乎在三秒内就能布置完成 大多数的操作都来自于后续的法术和英雄技能 而法术多以狂暴和冰冻为主 也是大家熟练度最高的两个法术 如果说超级飞龙的生命值和攻击力是它的基础资本 那它的攻击机制则是它高下线的体现 超级飞龙每次攻击具有十下分段伤害 目标如果提前摧毁则立即停止攻击 开始锁定新的目标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溢出输出的比例 而且每段攻击都带有范围伤害 这个范围比法师和龙宝的都要大一些 简单点说就是除了四乘四格的建筑 其余的建筑只要相邻依靠就属于在这个范围内 不过这个范围会有上下左右的晃动 相邻的建筑并不是每次都能同时伤害到 实战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克制超级飞龙的阵型 不管是外置防空火箭还是内置防空火箭 或者一次排开的防空火箭 防守端援冰方面同样没有很好限制超级飞龙的兵种 勉强能拖住一些时间的可能只有冰狗组合了 而从玩家发展角度来看 超级飞龙12本解锁 也就是说到达12本只需要把飞龙提升一级 就能形成超级飞龙的流派 成型速度非常快 性价比非常高 可用来过渡 也可用来作为常规的流派 超级飞龙的出现代表着部落冲突中 大人口单位时代的来临 在14本后 石法屋 矿柱这类以小单位人口组成的流派 操作难度都直线上升 更别提武神这种地中地了 其实主要还是超级飞龙适合所有玩家 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水平去要求每个玩家都做到如何如何的厉害 超级飞龙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所有玩家的水平 而国服阴差阳错中又把这个时间给拉长了 或许伴随着下个版本的到来 超级飞龙将一蹶不振 但在多年后人们提及2022年的部落冲突 超级飞龙一定是那个王者 每个村庄的上空都有它划破的痕迹 又或许让火焰进化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